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2010年 门户网站新浪推出了微博 为没有Facebook和Twitter的国人 打开了通向新型网络社交媒体的大门 短短的几年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达到了5个亿 并在随后的微博大战当中 漂亮地打败了腾讯和搜狐等等的对手 成为中国微博界唯一的霸主 最近两年微信的发展势头迅猛 当微博遭遇微信 你我的生活又会如何被改变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新浪微博副总裁葛景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及是手机用户规模双双呈现了下降的趋势 其中手机微博用户规模 从去年下半年的1.96亿下调到1.88亿 半年之间市场的份额就缩减了4% 相较于20和2011年井喷尸的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那么新浪的微博之路将会走向何方呢 在之前有一个数据是关于就是说 看中国整体的微博市场的话 因为在09年我们第一个推出了这个微博 然后之后腾讯 搜狐 网易 也都推出了他们的微博 甚至当时一些垂直网站像何讯也推出了微博 然后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社交工具 所以大家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就是说 人人都在用微博 对 因为当时只有这一个工具可以选择 然后随着这两年社交产品 其实越来越丰富 其实我不知道在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在国内的话 比如说像微信 像默默 像各种通讯工具 像各种移动社交的应用越来越丰富 其实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 和不同的需求也在分化 那么所以其实在那个数据当中 他看了整体的微博用户量的话 因为腾讯已经关闭了他的微博服务 然后搜狐 网易 很漂亮 对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依靠捆绑 来建立这个产品的认识 我们其实就是靠一个用户积累起 用户的使用口碑建立起来的 所以当这些竞争对手都离场的时候 实际上总体的这个微博用户量 看起来好像就没有像当初发展那么快了 但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在这个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当中已经对外披露了 我们今年第二季度的这个微博的这个 不管是日活月还是月活月用户 我们的同比增长是30%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微博一方面是说 在用户群体上它向三四线城市的渗透在加快 第二个来说呢 其实微博上其实我们现在的 大家使用微博的这个定义越来越清晰了 就是这个今天其实介绍到 在那个第三方的调查当中 微博其实已经成为了就是搜索之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 那么大家其实可能不再是说像以前那样 就是说我什么都往微博上晒 我可能比如说我要给熟人看的东西 或者我要跟熟人分享的东西 我更多去了群或者去了朋友圈 然后呢但是我可能需要公开表达的内容 或者我企业需要宣传的内容 我会放在了微博里面 那么微博就变成了一个资讯获取的一个渠道 那么其实在社交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 它其实各种产品的形态丰富了之后 它的用户也一定会分化 那么我们就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公开信息获取 和基于兴趣的和弱关系的这一部分的用户的信息获取 做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占有足够的优势就OK了 其实我们的规模是一直在成长 就是说但是我刚才讲的是说 我们整个的就是群 在这个市场上就是几个 比如说像腾讯啊搜狐啊 他们已经放弃微博产品了 他们的微博用户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就是整个的微博市场 你看起来可能用户在转移 但是从我们新浪来说 就是微博在我们这里是一直保持用户增长 无可否认今天的新浪微博已经退去了当初的青色 它成熟 立体 并且多元 可互联网战场从来都是危机四伏 赢得了微博大战胜利的新浪 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成功的喜悦 微信就横空出世 再次把微博推上了风口浪尖 有人形容当初腾讯推出微博 只是一个防御性的产品 似乎早糟地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但是微信它不一样 它创新灵活又根基深厚 是典型的进攻性产品 面对微信的来势汹汹 微博是否有足够健康的体格去应战呢 实际上来说我们不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争纷相对的一个竞争产品 包括其实我觉得微信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产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当时切入这个市场 是从强关系的通讯需求切入的 就是说它取代了短信的这个功能 然后进一步的 它又建立了一些群的交互交通沟通功能 而这些功能我刚才讲了 其实它类似于美国的WhatsApp 类似于一定的Facebook的这样的功能 其实它是在于一个 就是说基于强关系的交流的一个产品 那么但是反过来说 它其实一直在限制一些 就是限制一些 我们在微博上面最活跃的一些群体 比如说个人表达 比如说举个例子 您看到微信当中对于订阅号 对于这样一个自媒体内容 它是折叠起来的 它是不会让你就说像微博那样 就是说你可以完全公开进信息流的 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两个方向的产品 从我们来说 我们更多的专注于去做 就是说信息的公开和信息的获取的一个渠道 从它的角度来说 它其实更多的是 连接人和人之间的一个通讯 或者连接人和人之间的交易的一个 刚性的一个 满足这个刚性需求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说微信和微博之间 是那种差异化的竞争 差异化 并不是同质化的竞争 对 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其实也是这样 既然微博和微信之间是差异化的竞争 微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内容为王吗 还记得微博刚出来的头两年 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 420亚安地震等等 很多重要事件的曝光 微博比任何媒体都来得快 当时真的有一种微博通天下的感觉 可现在 新浪微博的自我审查到了一个极其严苛的地步 因为各种各样 你懂的原因 微博的自媒体功能 以及评论功能几乎被废掉 敏感词被过滤 焦点事件被模糊 各路大V被弱化 中国式宣传制度对微博内容念起了紧枯咒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没有一个表达自己的公开表达 和快速扩散传播的一个渠道 所以当时我今天其实早上一讲到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会什么内容都往里倒 而倒进去的内容 什么样的内容会更引起那些 就关注呢 可能就是一些带有严重的争议性的 或者带有一定的这种 就是说冲突性质的这种内容 那么这部分内容确实在当时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我们的微博舞台上 其实好像变成了大家都在看 都在关注的内容 这里面也诞生了一批大号 这批大号也经常就是说 甄贬一些实弊 或者发表一些个人观点 网络公知 这个过程对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在一个产品 就是说当只有这一个产品 当整个市场都是在这个 都把内容都倒到这个平台上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就是说成长起来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段子账号 对吧 我们都人人关注冷笑话吧 大家都会看一些 我们比如说学习西大大 甚至西大大粉丝团这样的 类似很多这种 就是说这样的账号 也包括了很多个人号 比如说媒体人 比如说专家 比如说刚才今天介绍到的医生 政府 其实这个群体并不是说 它当时不活跃 而是说当时它们的活跃 可能和您的关注度有关系 就是您可能没有过多的 关注这一类的用户 因为当时更热的 更大的 大家会被那些所吸引过去 但实际上随着我觉得 任何一个 就是大家在一个 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经营 你其实都首先一点 一定是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 去做相应的规范 相应的经营管理 那么在这个经营管理过程当中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去推广一些 就是说个人信息 个人关注的一些生活信息 身边的信息 以及一些有价值的 有兴趣 以兴趣为度出发的 或者有专业内容的一些 服务信息的时候 实际上微博开始呈现一种 多样化的一种结构 可能在某一个主体 某一类的兴趣的群体当中 某一个账号的影响力 并不如一个以前那样的 公知的账号来的传播那么大 那么有力 但实际上它的信息 可能和您更相关 比如说您在洛杉矶 您是不是会关注 洛杉矶吃货小分队 您会不会关注 北美省钱快报 那么其实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这个平台 到最后它经过了 不管是在法治法规的约束下 还是在它自身的 本身有一些用户 它也会疲劳 包括就是有一些自媒体人 他也不见得能够坚持 一贯的那种表达的话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一浪又一浪的 每一浪起来有每一浪的特点 可能在这一浪当中 你会看到 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接到的 像那个威斯 像那个刁爷 像这一类的 其实这一类的企业账号 或者说是一些账号 会取代以前的那些 很热的段子号 或者一些其他的热点号 那么再往后走 我觉得随着互联网思维推进 更多的各种垂直化的细分领域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 比如说像美容师的 像那个健身教练的 像很多这类的账号 其实它已经变成大家使用 和关注微博的理由 那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说 我认为它会信息越来越 就是说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定制 因为你的关注列表是你 其实就是一种个人定制的过程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总能找到 你所需要的符合你兴趣的内容 不见得就是说 只有那一种内容 才是你需要的内容 的确一切的经营行为 都必须以当地的法律法规 作为界限 可是新浪微博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产品 在东方有北京新浪微博 香港新浪微博 而在西方则有北美新浪微博 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文化 就有不一样的市场诉求 新浪又是如何定位 地区性的服务理念呢 其实在这方面来说 我们的微博主体的运营方 其实就是在北京 就是在北京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说 可能我们主要的核心的用户的 这个服务的提供 也主要是在北京 那么海外华人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 在微博上面来说 可能和大家原来是想的 真的是恰恰相反 其实你比如说像 北美省钱快报 这一类的微博账号 是我们在海外 着重推荐 着重扶持和着重发展的 因为我们其实觉得 这一类的账号 它带给本地华人 所需要的这种实用资讯的价值 还有一些服务的价值 是更有价值的 因为你在海外 其实不像 可能你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是有其他的更多样化的渠道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更希望微博成为 华人在本地生活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助手 或者是使他的一个 本地生活服务的一个信息 获取的一个信息渠道 在成熟的微博平台 每天都有新思维和新模式的诞生 当粉丝的触觉成为传播的力量 当网络打破传统的商业壁垒 微博迅速顺应潮流 把扁平化的个人信息发布平台 转为向立体化 多层面市场经营的方向发展 推出了充满创新精神的 微博商学概念 实际上来说 我觉得不是我们在推动 是用户推着我们在走 因为客观地说真的是 就是说我今天讲了很多 我们在国内正在发生的 正在发生的一些精彩故事 对吧 有很多不管是站在风口的 那些互联网思维的企业 还是就是说 无数个新型的创业模式 实际上你会发现 就是说各行各业 从一个家政服务 从一个打车 从一个汽车维修工 从一个代驾司机 他们现在其实 整个行业的运营模式 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变化下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 微博这种产品天然的具有 就是说帮助它树立口碑 帮助它建立粉丝经济的 一种工具价值 所以对我们来说 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被这种思潮推着走 当这些企业 他们都懂得是说 以用户需求为核心 以用户的这种参与的这种 为追求 包括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 能够做到超越用户的预期的时候 那么他们其实就会积累起 用户心目中 真正对它的价值认同 而这种价值认同 就是真正的社交媒体时代的口碑 而这种口碑 其实它是能够帮助企业走很远的 而且能够帮助企业自律 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 去更好 去认识很多 我们的新型的产品跟服务 所以在这个市场上 我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能够发生 能够有多大 我现在觉得真的就是 像打开了一个 就是说 打开了一扇门 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之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的微博 能够在这个商业体系当中 有它的服务和工具价值的话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走的路 会非常非常远 而很多成功的企业 不管是小米 还是今天讲 威斯 楚城等等 刁爷 他们都已经证明了 是说我们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相信 当这场革命到来的时候 在这个革命 能够为这个营销革命 去做服务的这些产品 工具和网络平台 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我们这个时代 信息就是生产力 今天的新浪微博 拥有五亿的注册用户 每天更新的信息 高达一亿两千万条 它的潜能无可估量 而新浪团队也对微博寄予厚望 希望把它打造为一个 划时代的产品 我们也是在积极地摸索 比如说您看 我们现在除了广告模式 我们也创造了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微任务系统 帮助用户可以去建立 就是说交叉的推广关系 我们也建立了打赏机制 可以让自媒体人 更直接更快速地获得变现 然后我们也创立了 就是我们也走通了营销闭环 我们通过把你的微博 变成一个微店 然后让你能够在这上面 把自己的口碑转化成为粉丝 从粉丝转化成为客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正在 努力去塑造的一个 微博多元化的一个服务体系 采访虽然是结束了 但是关于微博的思考不会停滞 它会是互联网时代的 变形金刚吗 它的未来真的有无限的可能吗 也许时间会给予我们答案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